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期指的12月第一日的交易日 亦是应该是11月期指的场外的结算日 所以今天我用这个图是恒生指数的图 现在这个是12点左右 恒生指数是期起26760 如果对应期指将会如何呢 很简单 期指方面将会是27300左右的阻力 跌穿了265就需要考虑 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回吐 这里我们看到期指的延货月 这个是第四个星期的时候 你看到它开始有些阴烛稍微出现 今天是第一日 我还要看下来这个星期 10月期指是如何表现 日线图上恒生指数也开始出现了阴烛 然后这个也是 好了 然后今天的主题就是想跟大家讲讲 螞蟻金服和内银股的关系 其实我们看到螞蟻金服 它基本上做的业务和内银股是相弱的 因为它是借钱出去给一些小型企业 或者借给个人 银行也是借给小型企业和个人的 所以在这点很大部分 螞蟻金服和银行业务是有所重叠的 由于螞蟻金服它们比较进取 它们可以将它的风险 我说的是风险 完全转价给借贷风险 打包之后给银行抵押 即是将风险转移给银行 银行不止吃猪头骨 还要吃骨碎 是会惨到喉咙 因为我借给你钱 太出去的利息 比利曼的金服是不会高的 只但我收回来的那些 是很容易得呆坏账 又而不是的话 2008年雷曼兄弟和那里的次案的法科 就不会出现了 那些出现是因为有人将一些危险 高风险的产品打包 给到银行体系那里 银行体系又猛成成 或者根本不是猛成成 很知道 不过没有问题的 借钱给你而已 追你还钱的不是我 最重要的是一两年之后 我辞职不过了 这样就可以了 或者我是辞职 我由A银行去B银行 于是我就在B银行就说 哇 我来到之后的事 为何B银行的上手做些东西这么差 其实他在A银行都做这么差的东西 那B银行去到A银行之后 又会骂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爆煲事件 这个事件我不是作的 我真真正正是有个同学 他比我们叻很多 我毕业之后就去了华尔街 做了大银行的借贷者 那我们问他当时 哇 这么好 借贷的风链很高的 那他说一句 他说我借钱而已 收钱的时候我都走了 刚才讲的上面那个就是这样 如果你把他这样做的话 银行帝市所以可以背着违障 所以作个撥备一定是勁超到无比 所以阿爷就说不行 蚂蚁金服呢 他如果要上市的话 第一 你所打包的钱项 一定要减得很多 还有你一定要怎么 你一定要上身 你不可以把打包的东西 给了风险给了别人 我相信阿爷会做一件事 是风险跟着 跟着 跟着 那个打包者 不是接包者 因此 很早我已经在这儿说 蚂蚁金服说六个月可以上市 我说不行 而且还可以说 上不上市都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你再不可以把风险转价给别人 我想常常请问你 你息又收得低过人银行 泰盘出去 由于去西方银行 喂 你赚什么 你怎么赚 是不是 其实你所有的泰盘 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有风险系数 不是利率的高低多少 如果人人都可以有借 一定有还 就算赚到0.0001来息 只要我手续费用不多 我一定是有钱赚的 不过最重要的中间里面有风险 因此 当爷爷越来越清楚 弄得到 蚂蚁金服 这个这么庞大的 可以全国 抢上银行生意的 这样的体系 不再出现的话 即使银行方面 就有回生意做 生意做是怎样呢 在借贷等等 还要打一个 呆坏仗的风险因素 如果不是的话 银行一定是死眼的 当然 还有爷爷有些政策 就是以前 银行一定要为国捐躯 叫做洋利 既然 现在开始这样说 有些企业 你开始好少少 如果经济好少少 是否还要让利给你 来养活一班 可能不进取的人呢 有些企业 真真正正 因为你让利 我就奉旨来拿钱 现在爷爷就说 未必是这样 因为爷爷另外一件事就是 让利破产 好像华晨那样的情况 你知不知道 申请华晨破产的人 是谁呢 因为所有的法律文件都是 申请人破产 是一定要有第一个人去做 而第一个人 竟然是华晨的 长期合作伙伴 如果华晨不想破产的话 其实是可以应该 我估计一下 我估计而已 是怎样都可以 跟这样的长期合作伙伴 跟他说一说 我做了这么久 不要搞我吧 我欠你而已 我不是没有还 但华晨又怎样做呢 很简单 他可能跟这个长期合作伙伴 是立了 或者你长期合作伙伴 认真不信华晨 这个长期合作伙伴 以前是还得到保险 现在你信他在来 还不到给你 他申请破产 我个人的看法很简单 由于是在捏了 很多企业就开始想一件事 我说捏了之后 即使我一定要还 还的话 我不如就这样 早早破产 早早破产 我就计划处 有些东西可以立了 我不是华晨是这样 否则我会惹上官非 有些企业可能是这样 我们先立了一些东西 走掉它 转移资产之后 破产就得了空殼 明白了 所以为何 现在来到 中国将面临的一批企业 是快速破产的 不同以前 麻烦你救救我 让我走 现在不是 你快点杀了我 因为杀了我 为什么呢 我已经将资产转移了 我一转移之后 没有了这件事 那我就无债一身兴 我破产了 所以这个又会出现了 内银股将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有些企业 是死了 就即死了 所以内银股今时 遇到两个问题 一 就是在贷款方面 它们可以少了 螞蟻金服 这个竞争者 第二方面 亦都会出现了一些企业 就是想快速破产 因而将到他们的一些以前的撥避 阿爺将他们的要求撥避 要求很高 真真正正 就真的撥了就要避 了 若而这些人是可以减少了破产速度 减少破产速度 那内银股里面 就会有一番以前的撥避了 如果说遇到他们破产的东西 现在不用来 就搬回来 这个就是他们的盈利 所以内银股 亦都有另一个好处 就是撥避可以回撥 会不会做呢 很简单 在未来将会公布 今年2020年第四季的业绩的时候 就会知道 若然有一间 第一公布的一间 他说我将撥避回撥的话 你会知道 即使这个政策落实了 很多内银股 都会有所谓的撥避回撥 就会产生一次比较大的升幅 所以蚂蚓金服被人降伏了 就是内银股可以上升的一个原因 第二件事 阿爷快速让企业 不是阿爷快速让企业要求破产 阿爷是严格要求企业 你要去还债 那些企业就卸博 而快速破产 这个也会对内银股 带来一些压力 但是你有一个利 有一个币 这个币是丑富终须见家庸的 谁叫你以前借了东西给别人 那个人是这么高风险的 即当这个风险一减少之后 这个利是存在 这边的如果有回撥的话 这会亦产生了对内银股的好处 所以我今天将会比较多些说 几只内银股 给大家看看他们的情况 如果有课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 没有课的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 当然我又重新再说 我是估计而已 估计的始终是真不是假 现在都是要等到时间来考验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阿里巴巴 因为这个跟罗马亚的金服有关 阿里巴巴我之前有说过 很早已经说过 在这些日子我已经说过 它会回调的了 现在真的回调了下来 一直我都说 阿里巴巴可能会见回去 这个是245 它之前这个是低位的 今天也见到有次回下 也开始出现了一个真正的消息 今天出的消息 就是阿里巴巴的蚂蚁金服 未必可以六个月之前上市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 这个是反弹 之后还要回落的原因 我就是坚持阿里巴巴的蚂蚁金服 未必可以六个月上市 在这点里面 那将会见到如何 当然第一我可以见到245 再坏一些的 是见到210元 那为什么见到210元 那就很简单 一个简单的量度方法 由这里跌到这里反弹 再接着来这里 那就210元 好了跟着建设银行 周算图上面 在这点 这点呢 建设银行已经三爬两半 由这个是地板 去到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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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有点阻力的了 因此在这个位置 它是需要有所是一个整固的 将整固了之后 将个点呢 我认为它还可以上去六个半 再高一点的 可以望到七个半的 那七个半又怎样来呢 对不起 七个半又怎样来呢 就是这个 就是六个半这个位置 周算 如果你将它这里 4元和6元 当它一个原底的话 其他以后的股票都是这样看的 那么这里呢 这个四个九 当它一个五元 这个当它六个半 当它一个原底的话 那这里五元 和这个六个半 就是一个半 六个半 之后再加一个半 去到七个半 或者七元 就是这样 好了 这个建设银行的是 日线 不过是两个月的 工行 工行呢 也是有一样东西 是不是可以当这里做一个原底 当它原底的话 升破了这里的话 那这个量度的升幅 就是由这里 量度上来这里 因此 这个工行这方面呢 它可以 现在是五个半 五元左右 上面呢 就先望五个半至六元 这个是 这个线图方面 中国平安又如何呢 中国平安呢 就没有一个这样的大原底了 不过 它似乎可以 在周线图上面 有两个箱 有个箱底 那么 那个突破点是哪里呢 就是这个颈线 这个颈线 这个颈线 这个星期 是算是突破了 突破了之后 如何呢 突破了之后 我当这里是九十元 当这里是六十元 当这里是六十元 九十元 九十元减六十五元 的话 六十元 没所谓 那时之中 就等于有二十几元 二十几元再加九十元 的话 那就是一四至一二零 那由于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平安 它最一是银行之外 它有做保险 银行方面 它也受益于 那个所谓的 是 螞蟻金服的 减少了对它的威胁 亦都是这个等等 亦都会出现了 外坏障备避等等问题 当然还要加上绿金锁 这件事 所以它应该表现会好一点 这次应该在十二月 或者明年 应该有机会见到红底股 那这个是日线图六个月 都是挺好的 很明显地已经升破了 这个应该当是升破 即是回市的后秋 跟着又再升 这个也是这样的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也是这样看 它也会将会有一个 是原底的趋势 不过中国银行 就真的很弱计 那个走势是弱过工行 弱过建行 因此 如果你真的要买银行股 除非你真的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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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如果不是的话 有只平安 有只工行 有只建行 你什么都够钱 不用想 是不是 所以那些弱鸡 暂时放在一边 不要强行去做 有些朋友说 我以前银行如何 就趁这个机会 出了它换马 那没有法子 是不是 那你整天都买个人力车 硬是想跑完法拉里 是恨死自己的 于是这样的话 起码都只要转做Tesla 好了 中国银行是日线的两个月 有朋友就问 石若集团为什么业绩这么好 都还估价一路跌呢 是的 是的 他股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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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股价一路跌价 为什么呢 因为爷爷现在做的一件事 就是将大量采购 你要便宜价 那些药品股 或者医疗股 里面中国 是有四种的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他都做医疗的 为什么不升呢 是四种 就是好像 有人力车 有大法仔 有布拉里 有坎克车 你说哪一只走得快点 是不是 哪一只走得稳定点 哪一只有些地方不能去 坎克车就很多地方不能去 人力车就肯定是最慢的 法拉里的时候肯定是走得快 不容易撞车 是吧 那大法仔是怎样呢 虽然慢慢地 不过只要你慢慢搁搁搁搁 心电价格图 做一些心里面的价格 做些什么等等 这些 妥行路中中的 是有需求 不过你越来越一定要便宜 因为阿爷大量采购 第二 就做一些已经有的成虐 或者已经有的其他西虐 这些又要大量采购 阿爷一定要慢慢便宜 你不要以为阿爷今年还要减价 明年后年都可能要减价 因为阿爷对于阿爷来说 喂 它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它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中一个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要欺负人 你不可以用资本主义去做这些东西 所以就像这次疫苗 新冠病毒疫苗 阿爷说卖给其他有善国家 和第三世界国家 他还可以免费的 其他那些就是2元鸡 那其他的那些呢 西方采购的 以估你几百元几千元的嘛 以为可以发达的嘛 阿爷就说不是 这是公共财产 要救人的 所以对于这些医疗的东西的话 大家一定要看着 阿爷的这个政策 所以做传统药物的会有问题 第三件事 你当然可以做一些所谓防疫的疫苗 新的疫苗 即使你这次就算拍了新冠肺病毒的疫苗 阿爷也说给你 卖便宜一点成本价 不叫你蝕影笑去偷笑 因为这是社会的责任 其实你不要以为 资本主义没有这个条例 香港也有一个条例 就是对米商 现在还有这个条例 这个条例当然是在打仗之前的事 之中定立出来的 就是说港府是有权 第一它要求所有米商是处六个月头的白米 第二 港府有权 必要时是征收了这些白米 去卖给 派给所有人 因为当时很简单 米是重要的 是稳定社会民情的基石 如果找到当时没有饭吃 是因饥饿的 是因饥饿的 基民是会暴动的 所以香港政府也有一个条例 是可以将你 第一要求六个月头的米 第二个月头 第二要求 可以必要时征用你的米 和限制你的价格出售 和中国政府现在做的一样 现在病情大 需要征用你的疫苗 限制你的价格上升 不要让人是有钱人 不用死,窮人要死死光 所以这一点也要扭住 疫苗不是一定可以赚到钱 当然了 你又要医癌症 又什么东西 医疗膀炎 特别的胃病 这些富贵病 这些话鬼之理 这个是疫苗方面的 第三样东西 要怎么做呢 就是做一些相关的 医疗讯息 例如可以去收集一些人的 所谓的医疗数据 然后再想一想 怎样配合配置 怎样去配医医生 这些是用5G 这四种药 大家在这里都是有不同的做法 所以不要以为做疫苗那些一定会发达 但是石药这些是什么呢 石药这些是买传统药物 叫阿托行路中中地 你只要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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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是應該有條件的 石若這些怎樣投資呢 第一件事,不要要求太多 你要當它是收息股來處理 收息股是慢牛的 第一件事,現在它是7.6 它以前去過6.6,6.9 就用這些低位來看 雖然它去到這個位的,就買少少 它升到上去多少? 可以,升到10元 都有了50%以上的升幅 可以想一想 所以現在不要考慮 不要要求多 一路等,等它怎樣? 起碼日線圖上,你爬上保力加通道的中足 如果周線圖上怎樣? 它已經去到這個底下 那就穿底,好像這裡這樣 穿底之下就可以想 我估計呢 如果你用這裡來做的話 這裡來做的話 它應該在這附近幾天 是建出低位的 一兩個星期建出低位 在這兩個星期建出低位 就可以考慮看它會不會橫行 如果右這個距離後 就像這樣橫行 發達了 一突穿了中足 就可以入貨 同樣這裡也是 你看到它橫行 突穿了中足就可以入貨 所以如果有石藥的朋友 即是有石藥股票的朋友 現在這個階段 已經是比較上面 是建沉底的期間 唯有拿著它 可能要捱多幾毫子 當然你也可以不捱 現在出了它,等它遲些 但是它會不會再跌下去 是6.8 那裡的位置 我不知道 不過 我會覺得 應該在附近這個位置 就看到底 作為一個長期的投資 可以考慮的一件事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